字幕新世代台中大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怡婷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常开玩笑的说 一对夫妻谁在家里的地位比较高 看看这个财务大权掌握在谁的手上 答案大概就呼之欲出了 财务对一个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这市政能不能顺利的推展更是重要的关键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台中市的财政局局长 林显清林局长来到现场 跟我们聊聊台中的财政状况 局长好 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怡婷小姐 好 那么我想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能够跟大台中的我们这些乡亲好朋友 来报告有关于台中市 那么合并以后整个财务状况 以及我们林市长就任以后财政的处理情形 那么我要说谈钱伤感情 不谈又不行 不行真的不行 而且在这边我要先恭喜我们的局长 怎么说呢 这个原件杂志 在七月份的时候才刚出了一项调查报告 我们看一下 地方财政 台中市排名六都中的第三名 这一定要来恭喜一下了 对不对 谢谢 局长这非常的不简单 财政体质要做得好 而且成绩这么的前面 我们要做哪些努力呢 整个台中市的财政状况 我应该来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台中市在合并进行 就是台中关跟台中市 我们的预算规模 就是我们的季孙民都中做 九百五十一亿 九五亿 那么合并以后 我来给大家报告一四五年的缩字 那么一百年来到一千空二十九亿 刚好够一百空八亿 那么来到一百空一年 来到一千空六十九 再加四十亿 那空三年 我们一千空七十六 加七年而已 但是来到一百空四年 就是新政府 头前已经过四年过了 一百空一空二空三 这空四空五 来到这个空四年的时候 来到一千一百三十六亿 那么够现在这个 这个十七亿 但是来到一百空五年 因为林市长 林市长 拿很多台中市 买中台这些建设出来 所以我们的预算规模 已经来到一千二百六十三亿 一千二百六十三亿 所以台中市的预算 已经来到一千三亿 我还跟大家报告一个所谓 国庸市政府 第一九年 一百空四 一二三四 他的预算就一千二百三十四 但是来到一百空五年 一千二百亿而已 所以台中市以前都说 哇 超高干白超高干白 已经超过国庸的预算 超过国庸的预算 那么刚才在你讲 《眼见杂志》 来并告台中市的宅政总统 在六都里面 我们会排到第三名 这是这样 因为一百空四年 吃的飲食店接的 我怎么算上台中市的 旧市已经租费 到已经立立预算 要不租费 总统九百六十三亿 公债法 给我们寒费 说我们可以租一千两百八十四亿 所以租多少 租三二一 租三百二十一亿 租三百二十一亿好租而已 我看着所有 看着所有的烦恼 因为三百二十一亿 我租一年就不够了 就差不多不够了 一年按照我们的 公债法的规定 台中市政府 可以一年就只有两百个左右 但是有一个天花板 你不能超过公债法的限制 然后就对国民的努力 那么我办一百空三年的 割算 结算 这个结算的时候 我们就是收一面 减价 减少 一百空三年 本来要去租两百空三亿 结算之后呢 我们就租五十亿而已 缺一百五十三亿起来 一百空四年 就是新政府来了 我们当时要租两百空九亿 结果呢 到最后我租八十六亿而已 我缺一百二十四亿起来 所以两年合起来 两百七十六亿 那是要抵掉 两百七十六亿 所以 台中市 在处理财务 我们就是说这样 财务处理 我们就是说 收入变 我们永远无险就 当然 长江不守续流 所以能够成几大 这个就是 泰山不走突然 故能成几高 这是祭沙成塔 以前那时 尖尖不赛 这是不守续流 这是等于说 积少成多 那么我想 在收入变 我们是很严谨的 希望说 不要贤酒 可以收入 一户一户是好 如果在村民 我们对于 以前 已经组成过的 那么花包的捷衣款 我们以利照顾 就不能再来 我这个工厅 已经花包了 要存钱 我不要再办 变经 办对家 这一段 要组成一种浪会 所以说 公用工厅 过去在这边的 这个技术民 我们都要求说什么 工程应该移住 妥善 售计发包 不应该借机 变更计划 要求追加 第二点就是说 你如果发表 发包后 接着看 照规定 我们就要丢口 所以在这两年里 在这些 去照的钱 两百七十六元 这个两百七十六元 有什么功能 本来是要照 不照 就是 从我们 这个 在照一样 拖到后面 那个空间 把它做大 我们后面 可以再去照 这个台中市 合并了 因为什么 因为城乡 差距比较大 台中市区 台中市是一个市 但是 台中官 有二十一的 行政 行政中 都用民算的 台队国 都要有 投机 行政民代表会 所以国方面的建设 国主委赠 就比较不连贯 所以 这个城乡差距 就是要来 那么新政府 为了要缩短 这个城乡差距 市区里面 建设比较好 因为中卫 也扮到十三四季 所以说 很多公共建设 大家都 已经来到 这个比较圆整 但是关的部分 要比较 如果说 比较分散 比较主理 秩序 比较平安的所在 要破碎 那么把这些 要整合起来 我们就需要 均衡发展 那么 合并后 台北市已经 跟国庄市 台中市 早上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他们就是 在那市 我们这边 所以台中市 面临的就是 要当大人 当大人 最主要就是 要建设 对 当大人就是要建设 那建设 这个钱就很重要 对 建设里面 我们必须 第一个 很多堂楼 需要开拼 那么 林市长来 他就提出 123 这个 他的建设计划 一 就是说 一条三走线 什么叫三走线 就是说 厚里 风环 大堂 刷起来的一个地路 没有啦 二就是说 台中关 有空港 有海港 台中港 跟这个青山港 那么这个地方 要做铁道 铁道系统 从拖开里面 我拖在市里来 这是 三 我来台中市 就是市中心 那么周边的 要发展的 就是说 要做三个 副度心 一个事 一个是风环 风环是台中市的老 定义说老街 对一期时代 就很多所在 商业活动 和一些这些山山 木材 都从方圆 这出来 过来就是说 互日 互日将来的 虔诚可取 很好 为什么呢 山体共国 没错 它的旁边那些 都要不去住 要去下去 现在 以前去的是 去饭住 现在去的 都去大楼 去豪宅 过来就是说 我们海山 以前山海豚 这代表是山海豚 那么在这个 台下 清水 五车这边这边 尤其是清水到五车这边 做一个 发展的所在 那么最近 大家也有看了 波爪 希望说 五车那边 很早就已经 办中的好了 但是呢 一片土地 都没去 好好地把它开发 去这边最近 听说要认真 日本的山井 没错 山井不动 茶凹泪 对 凹泪 他说凹泪就在那里 吃不去 其实 新银的所在 就是要什么 要在旁边都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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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项 就是台中市 人们问说 台中市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 我来开玩笑说 春花秋月河数了 互债租多少 你要问我 有多少 那么我要跟大家报告 台中市因为 我们在公债法民政的 这次全国的公债法 已经来到 16兆3000亿了 我们分到0.87了 所以说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在那两年前 我们在做的是 一欧百四 一千两百倍 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 就来到千四亿了 所以说 算算起来 如果去年算 我现在有 470亿 一亿好少 要再加一些蓝山的 所以说应该是 要有五百亿 所谓蓝山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GDP成长 我们在本来 会分得多来 所以说 我只要五百亿 会再挤在空间 是 在议会里面 我们这些老闆 我们这些议员 也很关心 他说 你这个 钱这样 借了 要怎么 要怎么行 对 我给我们老闆报告 我说台中市 我们的资源在地下 因为 我们有办 铺子 副大情收 那个所在 超级六七十亿的 这个土地都要买 台中官我来 新光重化区 太平重化区 还有上水了 现在水南经贸源区 水南经贸源区 本来是百五公斤 到边边都给荷兵下去 两百五十公斤 我要给大家报告 我们当时台中市 做这个水南 区团经收 就是买种基地刷出去 这个地方要把它开发出来 开发出来 已经不像我说 专门做卫座商业区 卫座豪宅 所以要卫座一个什么 较前卫 数位 数位城市 住位城市 地区加上数位 就是科技 也希望说 会在引进世界科技 总部来 把这个最好的地方 我刚才说 我说来入科技 虽然未来充满希望 局长刚刚听你聊这么多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现在我们那个市长的 跟整个市府能量 非常的大 要积极的来努力 对我们的台中市 做建设 除了原市区之外 在县区这边 也要做非常多的建设 投入在里面 所以这一定要非常多的 这个裁员 对不对 才能够来支持 这个建设的一个运作 那这个开源的部分 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刚才提到 台中市 已经有负责这些 你要去做 这个钱要怎么贏 那么我就向我们老板 报告就是議会来报告 我们的常债能力 就是质债能力 台中市到底有多少常债能力 那么从这些土地的资源 尤其水南经贸延期里面 我们估计一下 手上还有1000亿 这个土地资源是所谓的重化吗 土地里面要不要买的 就是说土地拿来买 富掉甘产品 富掉成本要他存下来的钱 所以台中市要重大人 要加速就是要建设 在那我刚才说的 这些山手县这个以外 要有一些生活圈道路 生活圈道路是 中央给我们补助一部分 我们自己出一部分 这些生活圈道路也要开票 所以说马路开闭以后 绝对带来的是一个戳潮 人潮还有前潮 意思就是说会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就带来税金 带来财源 所以说财政为肃政之母 经济就是为财政之母 只有经济发展以后 财政问题才能够 整整路上才能够发展 那么对于台中 你想想台湾这个地方 以前说北中南 重要政府在台北 南部就高兴 两个都在那里 我们说都是中南北 称台中 其实台湾今天一买虚子 北斗这个地方 北斗这个地方 托洛 这个地方最丰富 对 气候也好 我们的腹地也很快 对 所以发展传逸最好 那么过去发展两岸 那中台湾跟辽阳 你看起来 对我们的北斗队在台中 最坚的 对上海 对福建 对香港 对我们小三通 对对对 所以说对台中的未来 我们认为说 希望他好梦长眼 美梦成尊 所以我们开源的部分 刚刚出来讲的那个 市地充化 土地资源 对 区断征收 这些土地资源来之外 还有哪些部分 还是我们的财库之一呢 我想市长对于整个 坚衡发展 那么除了靠这些 都市计划的一些整合 我今天去参加一个 我们都市更新 土地更新丽宏丸 在车头头边边 以前我来这里有倒下去 来这里结果两千 八百倍是国有土地 八百倍是数有土地 合格要跟都市 很富有的地方 发格之后 我刚才也是一个亮点 可以拿到一百一百间 一百间的所有住宅 我们都不用出钱 土地国议会 民间为投资 所以对于民间投资 就是说我们促进 促进民间参与政府的建设 投资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非常好 就像我们常常会有BOT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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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布都没做就交给你去做了 市政府只有一个 市政府只有一个土地 BOT BOT 我们已经在这里 我们去改 去改改 有的地方 像有应地 中间有应地 那就是什么 那叫做OOT OOT 就是已经有的 你去运转 你去经营 那么做些 市政府的政府财力有限 民间的租力无巧 而且他们的人力也比较好 政府要做什么 会担钱你不去做 我说政府就是服务 担钱要交给民间去做 你服务做得好 你不要去跟民间移民争利 所以说BOT 有人说BOT 台北市那是出很多问题的感觉好 BOT 绝对是好 我记住就是我们的 交替 4千多元 东西没出来 现在还做了 他走不走 那么台中市 我们也有很多BOT的案例 像IKEA Costco 还有那些运动商商 到481 481就是在文心路 家务府 大约路 文心路口 那么我们奖励出去 他们的经营很好 政府本来BOT 设定里面有三四项收入 第一项就是 这个土地给你开发金 先减一百 那些480 那些就先 投资者先减一两页 市政府 过来之后就给你收资金 那后人资料过来 较好的英文 店 我还要一条 赢印钱一斤 你如果赚得多 你要来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要拨进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BOT绝对是一个 减少政府支出 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第二点 你叫土地可以核化 化腐朽的顺纸 我才要说化腐朽的顺纸 市政府过去有一些 合并之后有一些 要不达到报备 你流流起来 你都全部给你列造上网去 你带着机关说 这只要一只桌子 这只桌子不错 里面有相片 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我把鱼薄过来 我叫他 我就不用去买 这些等于说 东西用鱼薄 平台 让各机关需要的东西 可以从里面先去找 不用去买 这可以替政府 省下不少钱 刚刚局长说到这个 他们就是有建置了一个 室友财务交流平台 对对对对 我们比如说 比如说财政局 这张桌子不要了 那也许这桌子 对于社会局来说 是还有用途的 我们就做一个交流交换 是一种资产在利用的 一个概念 还没有报备的 还可以用的 我们留起来继续用 一种节省的概念 那么在发钱 我们就讲说 一块钱做一块钱使用 那么钱呢 刮在岛口上面 刀刀见识 就是都 花一块 有一块也好过 这是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机关 每一个 我们的公务人员 花钱 当时花你自己的钱 不要浪费 花得大得会痛 是 所以局长看得出来就是 非常勤俭持家的好丈夫 对不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局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局长谢谢 好谢谢 台中大问来 我们下回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